我來針對這個BS3的模擬器做一個介紹好了 這個東西啊 這邊有推薦這個BS3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直接下載就可以 你可以搜尋到之後然後點進來 那安裝好的時候就會呈現這樣的畫面 那其實 這是韓版啦 我是說到時候你如果是台版的話 你如果是國際版就直接到Play商店 到這個Play商店去下載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是 韓版當然就是要去 下載用電腦去下載那個QOO APP嘛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的手機可能都 跑這個遊戲會跑到過熱 那我目前看起來BS3在運算這個東西 這個遊戲還算蠻順的 不太會有 閃退的問題 以前 玩英雄之戰用這個遊戲都會閃退喔 那這個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我先帶大家看一下他的效能 像我這邊效能都是開 開高的 都幾乎是 開得蠻高的 那他這個最後一個他在說你的 不支援 這個模擬器不支援這樣子 的最高解析度 那其實一個遊戲你如果能夠開到這樣的情況 已經 要很滿足了啦 因為你安卓要買到 能夠開這樣子 至少18000多塊的手機 可是因為我這台電腦是970的顯卡 所以 到時候你們的顯卡如果不夠好 我也沒辦法跟你們保證 到底能不能開到這個程度 我這個970開黑色沙漠會LAG 那當然重點我要來跟大家介紹說 這個模擬器其實 至少不會像以前英雄之戰一直閃退 我當時用這個模擬器在玩 英雄之戰是一直閃退 閃退到我都不想 不想開了 那主要呢就是還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進來之後呢這裡有一個 按鍵設定在下面 然後你就要把你這個 左搖桿喔 你看喔 你要把它擺進來這個圓圈圈 這樣子要用 WASD WASD對 你在 上下左右移動的時候才會 按得準確 你可以像在打CS一樣 你看 用 這個WASD是在跑步的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然後呢 這裡 像這個喝水啊你就可以去自定義了 這三個這樣子 這樣子排過 我這個之前是那個英雄之戰 那你可以去 去變更 那你點進來可以直接按這個 按按鈕可以做變更 然後再按最上面這裡保存 那這裡講我有衝突 然後按保存 那其實這個模擬器這樣子就可以玩了 你看我可以這樣子直接跑步 這個還蠻方便的 我是很推薦大家來用這個 你就不用再買新的手機 如果你家裡已經有一台不錯的電腦 就不用為了 為了這個天堂熱再去 買一個新的手機 那當然這個遊戲它目前 這裡可以調解析度 你可以去調成那個 寬螢幕啊或者是窄螢幕的 這可以自己去調 還蠻不錯的 比你買iPad然後你只能開那種 4比3的畫面在玩 還要有意義多了 那所以我會推薦各位 玩家來使用這個 模擬器 就暫時不用急著買新的手機 這樣對自己的荷包也比較節省一點 啊如果要買喔 你就去買那個 iPhone 6s以上的 6s plus以上的 最好螢幕大一點了 不然你玩這個會很痛苦 那各位應該有看到喔 我剛剛整個在run這個 模擬器是蠻順暢的 但是它還是有 那個像s7那種感覺喔 就是你偶爾會 停一下那種感覺 那它發生的機率大概只有5% 5%吧 機率很低啦 至少我這樣玩起來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比s7還要順 所以感覺是非常好 那你要完全順暢真的就是iPhone 6s plus以上 啊你如果要去買那個Sony那個XZP喔 我再猜啦 是會順 但是你會 手機會很過熱 大概插在這裡 好那這個模擬器的介紹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當然重點我要來跟大家介紹說這個模擬器其實 至少不會像以前英雄之戰一直閃退 我當時用這個模擬器在玩英雄之戰是一直閃退的閃退到我都不想不想拍了 那主要呢就是還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進來之後呢這裡有一個 按鍵設定喔在下面 然後你就要把你這個 左搖桿喔 你看喔 你要把它擺進來這個圓圈圈 這樣子你用 WASD WASD WASD對你在 上下左右移動的時候才會 按的準確 你可以像在打CS一樣 你看 這個WASD是在跑步喔 這會有 閃退的問題 以前 玩英雄之戰用這個遊戲都會閃退喔 那這一個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我先帶大家看一下它的效能 像我這邊效能都是開 開高的 都幾乎是 開得蠻高的 那它這個最後一個它還說啊你的 不支援 這個模擬器不支援這樣子 這樣子的 的最高解析度 那其實一個遊戲你如果能夠開到這樣子的情況 已經 要很滿足了啦 因為你安卓要買到 能夠開這樣子 至少要18000多塊的手機 可是因為我這台電腦是970的顯卡 所以 到時候你們的顯卡如果不夠好 我也沒辦法跟你們保證 到底能不能開到這個程度 我這個970開黑色沙漠 我來針對這個BS3的模擬器做一個介紹好了 這個東西啊 這邊有推薦這個BS3喔 那你可以看到啊 這裡直接下載就可以 你可以搜尋到之後然後點進來 那安裝好的時候就會呈現這樣的畫面 那其實 這是韓版啦 我是說到時候你如果是台版的話 你如果是國際版就直接到Play商店 到這個Play商店去下載就可以 那你如果是 韓版當然就是要去 下載 用電腦去下載那個 QOO APP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的手機可能都 跑這個遊戲會跑到過熱 那我目前看起來 BS3在運算這個東西 這個遊戲還算蠻順的 不太這個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然後呢 這裡 像這個喝水啊 你就可以去自定義 這三個這樣子 這樣子排過啊 我這個之前是那個英雄之戰的 那你可以去 去變更 那你點進來可以直接按這個 按按鈕可以做變更 然後再按最上面這裡保存 他這裡講我有衝突 然後按保存 那其實這個模擬器這樣子就可以玩了 你看我可以這樣子直接跑步 這個還蠻方便的 我是很推薦大家去 來用這個 你就不用再買新的手機 如果你家裡已經有一台不錯的電腦 就不用為了 為了這個天堂熱再去 買一個新的手機 那當然這個遊戲 他目前 這裡可以調解析度 你可以去調成那個 那個 寬螢幕啊或者是窄螢幕的 這可以自己去調 還蠻不錯的 比 比你買iPad然後你只能開那種 4比3的畫面在玩 還要有意義多了 那所以我會推薦各位 玩家來使用這個 模擬器 就暫時不用急著買新的手機 這樣對自己的荷包也比較節省一點 阿如果要買喔 你就去買那個 iPhone 6s以上的 6s plus以上的 最好螢幕大一點了 不然你玩這個會很難